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歌我是在今年刚刚听到的这首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很多的明星歌手都纷纷翻唱 那么我们如何用吉他 把这首歌曲完美的演绎出来 我们今天我对这首歌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 按照我的理解 这首歌进行了一个重新的编配 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也能够喜欢这首歌 那么今天这首歌 我将和我的好朋友瑶瑶 一起来与大家进行展示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唱着热门心唱的曲折 我想我很快乐 能有你的温柔 脚边的空气转了 这是一首简单的曲折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 这首简单的曲折 清晨在风中飘着 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 我会给你怀抱 我受不了 看着你背影来到 谁叫我 图描如念了爱的玉扫 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掉 我也不会奔跑 逃不到 最后谁也都散老 谁叫我 是一首简单的情商交错的城堡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 我希望我很适合 当一个歌颂着 清晨在风中飘着 我会知道 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 我会给你怀抱 我受不了 看着你背影来到 你卸下我 图描如念了爱的玉扫 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掉 我也不会奔跑 逃不到 最后谁也都藏了 你卸下我 是一首简单的情商交错的城堡 你知道 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 我会给你怀抱 我会给你怀抱 我受不了 看着你背影来到 你卸下我 独描如念了爱的玉扫 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掉 我也不会奔跑 逃不掉 最后谁也都藏了 你卸下我 时间的情商交错的城堡 好的 谢谢瑶瑶 谢谢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首歌曲的弹唱讲解 首先从这首歌的前奏开始 在这首歌曲当中呢 我们运用到了几个特殊的和弦 叫九和弦 和九和弦呢 我给大家 这样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都知道 常规和弦都是由三个音来组成的 比如说C和弦 DOMISO DM和弦REFALA G和弦 SODOMI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根音和最高的音的之间的跨度 它基本上是由一个五度的音程的关系 DOMISO 一到五 一二三四五 我是五度 好 那么九和弦的概念 实际上就是最低的音和最后一个音 根音和最高的音之间 它的跨度是九个 九个大耳朵 九度音 这样的和弦 我们称之为九和弦 再看这个 在一和弦的和弦架构上 我的伯伯把小拇指放在一弦的第二屏上 在E调当中 那么二屏是哪个音呢 DOMI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和弦的走成音 在E调当中是DOMI SO RI 大家可以罗列一下 DOMI SO DO DO RI之间 是不是一个九度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管这个和弦叫做E9和弦 还有呢 我们的一个A9和弦 A9和弦的按法很简单 这就是在A和弦的基础之上 抬开二弦的二屏就完成了A9和弦 大家可以根据这样一个公式 去推导各个和弦的九和弦 它是如何一个按法 这样的话 对于和弦的理解和记忆就会方便很多 我们不用一个和弦一个和弦的 按照它的形状去记 好的 这个概念呢我们大家自己要学会去理解 根据这样一个规律自己进行推导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 本来这首歌呢是原版删着 是用钢琴来完成的 所以呢我们 把前奏 利用吉他呢 招罢了原版的钢琴伴奏的类型 因为原版的前奏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很好听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和弦我们用到的是一九和弦 右手的执法 是这样 一二三二一二三二 那在重拍第一拍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连着根音和一弦同时弹出来 是这样的效果 好 一九一 然后三级 升GM 回到A9 整体的前奏就是由这四个和弦组成 大家看一下 非常非常的简单 好 那么我们看这首歌曲的进唱之后 都有哪些和弦组成 首先 一级 一和弦 六级 升CM 七和弦 三级 升GM 四级 A9和弦 二级 升FM和弦 以及 四级的小和弦 AM 好 我按照顺序再重新说一下 首先 一级 一和弦 二级 升FM 三级 升GM 四级 A 五级 B 以及六级 升CM7 另外呢 还涉及到了一个四级的小和弦 AM和弦 好 我们先看A段 这是一首 简单的小情歌 唱着我们心头的虚择 好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在这个3D和弦的时候 我的按法非常非常的简单 只用一根手指 完成 在四平的一个横按 然后我的弹奏 六弦 加一二三 好 这样呢 我设计不到四五弦 大家看四五弦 实际上 就是在三级和弦 米苏西之外的和弦外音 所以呢 我们避开四五弦 就省去了 我们要 这样按满它 因为 这样的话 对于初学者来讲 实际上 封闭和弦 是最难逾越的 一道坎子 所以我们把这首歌呢 进行了一下简化 我在三级 甚至也要么和弦 在演奏的时候 把它只用一个手指 作为横按 然后把六弦 作为根音 进行弹奏 就变得非常非常简单 好 让我们先看这首歌曲的 轻唱部分 轻唱部分 那么在A段的进场当中 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和弦 但是呢我们在右手的指法上 跟前奏呢就不太一样 我们模仿的是一个钢琴的弹奏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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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奏方法 具体的请看我的右手 第一拍我们是跟音加奏二三弦 同时发出 好那么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首歌曲当中呢 我把三级和弦二级和弦进行了简化 这样的方便我们的初学者 在按这个和弦的时候呢 会注意手抬头 所以完整的三级和弦是声FM 是这样的 不光要用到食指的横按 还用到小拇指和无名指 这样按起来确实对于初学者来讲 会有比较大的难度 所以呢我把它进行了一个简化 但是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这样按和弦的时候 一定不要碰到四弦和五弦 因为这两个弦如果 你不按的话 弹到它是水和弦为音 就会听起来这个和弦不是很舒服 具体的方法 我们是把根音放在六弦上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就是如何弦唱的 我知道 就算你带欲让这座城市跌倒 跌倒给你快抱 是非常常用的 也是非常简单的 一个和弦进程 一五六三四一四五 我知道 就算带欲让这所城市跌倒 跌倒给你快抱 一五六三四一四五 这是他的歌曲的副歌部分的合成进程 好 那么这首歌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 朋友们咱们下次再见